大家好,我是爱与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6两大人全卡复刻必抽 2.7-3.0卡时安排 新四新登场 2.5虚构角色使用率出炉 皇权地位下降 流营超级破队登顶星期日梦醒是一场死亡 为何梦境通往虚无 失去自我的真正的龙中Trip 仍有选择生死的自由 自我价值的实现源于劳动创造崩坏 星穷铁道剧情解析 星穷铁道2.5下半卡时的灵莎已经登场 同时五星角色托帕也迎来了复刻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截止到2.5下半星铁 虚构叙事角色使用率等相关情况也终于是出炉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 可以看到本期虚构使用率排名第一的是翡翠 以89.6%的使用率登顶 其次是软煤 砂金 硫银 其中硫银虽然排在第四 但和第一的翡翠差距不大 其余版本大思义如黄泉 本期才66.5%的使用率 飞销则是才36.6%的使用率 还是比较低的 而说起2.5星铁角色使用率涨跌幅的情况也终于来了 如图所示 其中使用率较上期对比提升最多的 一次是焦丘 同写主 刘银这几位 较上期对比下降最多的一次是银姿 云铃 云云 黑塔 花火 霍霍等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本期虚构叙事队伍使用率的排名也终于来了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刘银的超级破队 排名第二的是翡翠黑塔双C队 第三则是刘银 鸡子超级破队 总的来说 这三大配队在本期虚构中也最为吃香 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都有哪些配队吗 我和刘银那边重新集结 决定先接近梦境依存的核心 大剧院里的星河 以此引发家族露出破绽 为了更早进入大剧院 列车组决定参加盛会海选 成为盛会之星 老实说这个剧情安排有点刻意了 为了引出游戏玩法而做的妥协 主节汤可是在造反 计划的一环居然是在海选中胜出这种结果极不确定的流程 按正常的逻辑 必然要有另一套兜底的法案的 海选剧情分为动作期和玩游戏两个分支 玩游戏的剧情巧妙地介绍了皮诺康尼的历史 美国往事 皮诺康尼的历史前面已经总结过了 就不重复赘述了 游戏中预料着失败的钟表 编剧已经亮底牌了 存在主义危机 就是生命失去了异议感 开始堕入虚无的前兆 可以看出来钟表将已经和存在主义强绑定了 而钟表将又是吴明克 那么吴明克所践行的开拓命徒 本质就是存在主义 主角海选的最后 对手是到处救人的银河该流子 纯美其死 银芝 跟银芝的对话表明了杀金后来被银芝打酒 并且银芝曾一度因为一些外表的共性 被当成萨姆遭受家族通缉 别想到杀金被纯美其死所救 黄泉就没打算杀了他 为什么还需要被救呢 如果在这里经谋论一下 就是有人为了防止意外 希望杀金死得更透一点 这是题外话 我觉得所有命图里真的无厘头的是纯美 我搞不清楚这个命图的宏大目标究竟是啥 天天漫无目的在宇宙里漂游 干的事好像跟吴明克差不多 但有没有显示出什么长远的明确目标 就只是到处发掘美 然后歌颂伊德利拉 最后突然主动离场 也许无厘头的只是银芝吧 当银芝参悟纯美追求的存在是什么时 银芝才能在纯美的命图更进一步吧 用美德征服银芝后 祖杰和刘盈登上了圣会之星的舞台 祖杰是名字真没白起 在圣会之星的舞台 见到了星期日 星期日软禁了沃尔特和资根鸟 并代表项目加戏拒绝了吴明克的要求 品托康宁需要改变 但不是吴明克的放色 他把吴明克的改革观念归结为英雄史成功的落入墙石 将社会的运行模式 简单的归类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顾略了自己没有问过真正的明星 星期日和资根鸟在黄金的梦境 随机询问路人对美梦的见解 这个剧情安排 看起来是星期日在收集民意 他收集到的民意 都是自愿成荣于美梦 但这其实是编剧的思维陷阱 编剧在刻意引导玩家跟着星期日的主张走 让玩家对星期日的理想产生认可或者共鸣 因为星期日的谈话对象 在黄金的梦境 且不说刘牧娇的民众怎么想啊 评论康宁的梦境有12个其他梦境的人呢 星期日采访的人们有一个共性 他们都是单纯的消费者 而不是劳动者 或者劳动和消费一体的人 这就好像一个网红 问自己的铁粉 我的创作好不好看啊 我表达的观念爱不爱听啊 那肯定好看肯定爱听嘛 他接触到这数据采样有问题 真正能接触到底层的 能最大范围接触到不同层面的群体 是猎犬家系 哈努努的猎犬家系 加拉赫所在的猎犬家系 星期日接触到的世界本身就是片免了 他带着对世界的偏见 去评价全世界 只与其他不同思想的人做嘴上辩论 而没有实际体验过 诞生出那种不同思想的世界 兄妹打造鸟笼拯救捡到的小鸟 但兄妹自己又何尝不是被割斐木捡来的鸟儿呢 星期日才是那个真正的龙中鸟 他保护妹妹 让妹妹获得了飞向天空的自由 代价使自己沦为梦主的傀儡 为复兴自诩而活 成了一只没有机会学会飞翔的鸟 兄妹俩就是那只被救助的鸟儿的不同选择的结局 一个伤好了放出笼子奋力去飞翔 一个永远关在了笼子里 笼子里的世界就是他的全部 他的眼力只有照顾或欺辱弱者的强者 和被强者照顾或欺辱的弱者 强者恒强 弱者恒弱 万事不宜 所以星期日和吴明克的变经 他的变经从一开始就在走极端的二元辩论 只有试着生存的弱肉强食 和人人失去自我的虚幻幸福 没有第三种选择 之前瓦尔特陪同吃根鸟和星期日会见孟主 瓦尔特向孟主提出质疑 质疑孟主是品罗康尼混乱的罪规祸首 孟主为了洗清嫌疑 让星期日使用铜鞋力量向自己发问 星期日的发问漏洞百出 杀金看了能气质过去 他只问孟主你的神 而不说是哪个神 他只问孟主是否被约 却不说是约是什么 瓦尔特察觉到这其中的蹊跷 质疑这位死人是否是铜鞋的西佩 天外合唱班毕竟出自秩序 后才被铜鞋包容 瓦尔特能戳破谎言我不意外 意外的是他居然当面戳破 在我看来这有点强行让他下线的意思 如果瓦尔特已在盛会执行的舞台 那么星期日的变金 仍没变得狭口无言 因为星期日的理想过 乌陀邦的失败 在现实世界里早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公案 留给星期日的理论阵地 没多少东西能支持他诡辩 如此以来为了这场辩论不会一边倒 就只能削弱他的辩论对手的头脑 所以我们会看到 鸡子在后面的辩论 全程旁观者形态跟他吃瓜看戏 他并不是很在意要不要说服星期日 鸡子作为领头羊 需要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大炮的真理 而不是真理的大炮 当务之急不是打嘴炮 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来都来了 打一架肯定是免不了了 只有主角三月七和刘云三个大聪明 认真思考做选择 选哪个都没意义 只靠嘴炮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是天真者的意向 就像不赞同我对星期日的看法的观众一样 他们无法改变我的想法 我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很正常 星期日对瓦尔特和吃个鸟摊牌了 理想的乐园不应由西配创造 只能由利于万众之上的艺人来承诺 神经被同邪洪化的秩序心神 名为太医 太医者即为万众之上 高天之上的众神之神 星期日要让世间再没有强弱之分 唯我独尊 那不就是独裁吗 他是圣人 圣人独裁就不是独裁了吗 星期日把猎尺主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瓦尔特就是这样被软禁的 他向吴明克展示自己的过往和选择 试图在理论上获得吴明克的认同 他还是忘不了那只没能飞向天空的雏鸟 剧情又重复了一遍兄妹救助雏鸟的故事 星期日让吴明克再做一次选择 一个是重复悲剧 打造鸟巢 静后鸟儿有一天飞翔 然后最晚 一个是打造鸟龙 卓蒙克清尽一切卖掉了房子土地还有孩子 他以为他能在黄金之地发家自负 赎回失去的一切 最终发现皮诺康尼的美梦 并不欢迎所有人 星期日出于善心为他开门 如果重新来过 还要不要给予他帮助 这群鸟选择在爆发战争的星球 奔赴前线 宣扬铜鞋 用歌声贫富痛苦 援护救援物资 可惜流淡无情 这群鸟因舍负伤 子弹穿过脖颈 差点丢了姓名 星期日听说这件事实 第一反应是那些该死的野蛮人 在他眼中 那些身陷战争的种族 全然是生命的卑劣 是野蛮的因德 如果重新来过 还要不要支持 吃个鸟踏上铜鞋的旅途 他没有把那些远战天边 遭受苦难的生命 当成平等的人尊重 他觉得那些是野蛮人的战争 人为何会变得野蛮呢 这个问题他没有想过 反正他们是野蛮的 不值得被拯救 他甚至都没把亲妹妹吃个鸟 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 在他大二元选择里 吃个鸟没有选择权 他反倒来问我一个无名客 该不该支持 吃个鸟踏上铜鞋的旅途 这就指星期日这个角色 截止目前的人设 有些是不能细想 不上证没事两重 上了证连半斤都没 星期日自以为的自我 都是假的 他的自我是梦主 精心雕琢的产物 这角色如果要下卡时 至少得先找到属于他的真正的自我 目前的星期日也只是秩序的一个傀儡 精英傀儡 这只让星期日三个选择题 选择哪一个都不对 都会跌入星期日的理论陷阱 当然他自己也躺在陷阱里出不来 因为选择不应是别人给的限定 而是自己开拓的无限 但如果一定要选择 我想如果是巡猎来作答 答案就简单了 这根鸟的命运理应在他自己手里 他选择踏上什么道路 理应得到尊重 你可以支持他或者反对他 但你不能操控他 葡萄克自负生死 仍理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先偿还罪果再谈其他 至于那只雏鸟 必然是毅然决然的选择罪王的未来 无数仙人累累失谷 用血肉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那些前辈茫茫然赴死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牺牲必有其意义吗 知道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吗 知道自己踏上的道路一定通往幸福吗 我想是不知道的 不过是有些事情纵使没有意义 也还是要去做 我可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但我一定知道我不要什么 我不知道未来应该选择什么路 但我知道什么路是不能选的 为了不做你给我的选择 我污吝死 世上本没有路 任何一条来时路都铺满了开路者的尸骨 每一条通往明日的道路 都是生命用死亡蹚出来的 鸟儿注定摔死还要不要飞翔 用寻力的态度来回答问题 那答案非常简单 龙这里的鸟个学不会飞翔 可能会醉亡 那就让它死 我会沿着它死亡的轨迹 继续往上飞 再有后人踏着我被尸体 剑尺登高 直到将高天之上操动命运的神明 拉下人间 坠入凡尘 金星日问了一堆人 要不要为了保护鸟儿 打造鸟笼 却唯独没有问过鸟儿自己 没有谁是应该死的 所以也没有谁是不能死的 生命有活的权利 善也有死的权利 有些鸟啊 关在笼子里一样会死 不是饿死 也不是病死 就只是发现自己在笼子里 便死了 真门在死路 不敢死者 寸步难行 何谈未来 苟且深入 直向的才是彻底的死亡 你问我意义何在 有没有意义 意义到底是什么 不重要 没有你很重要 没有你了 就没有人来规定 正确唯一的意义 我可以没有意义 但我的意义 绝不能是天然存在的唯一 你没有权利 命令我幸福 据列着道路 本质也是开拓的道路 人的路 人自己选 我不怕选错 只怕融为美的选 星期日主张 教导弱者如何幸福的生活 但强者的教导 就一定正确吗 不可否认 他确实出自一片善心 但就像善恶的话题一样 好心办坏事 究竟是二十善 假使有朝一日 星期日发现自己错了 太一之梦中万千生命的悲剧 谁来负责 星期日吗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他负得起吗 能为人生负责的 只有人自己 星期日剥夺弱者的选择权 背负弱者的人生幸福 本质是背负了 他根本无力负责的责任 高尚吗 高尚 也就只剩下高尚了 星期日理想的世界 确实高尚 他的品性也高尚 可惜 当高尚的理想完全脱离了物质现实 背离了人性 就成了灾难 他所构想的极致的 只有快乐的美梦 只会加速生命灵魂的枯萎 因为心想事成 人无限的毫无付出的 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 代驾驶 这种梦想的瞬间实现 没有任何成就感 就像是在游戏中开挂一样 愉悦感来自于碾压其他玩家 而不是开挂本身 当没有其他玩家可供玩耍 可供交流 当你在游戏师傅里 走指点点 就获得了全角色满命满金 其实根本没有快乐可言 无聊至极 原神的师傅一大堆 想要啥都有 有谁能真正玩下去的 成就的快乐 来源于实现梦想过程里的劳动 当然 痛苦也来自于那里 不知痛苦 就无从感知快乐 不利不幸 就无从感受幸福 没有黑暗生命就会被光明暴晒而死 没有恶梦 美梦便无美可言 只剩下虚无 人类的精神无法承受只有劳动的生活 同样无法承受只有享乐的生活 为什么退休的老人闲不下来 因为彻底的闲着 意味着精神的死亡 人需要通过做事 来获取自我价值的满足感 自我价值是哲学对人性的总结 而不是对人性的刻意引导或指导 付诸奋斗填饱的欲望 才能带给人精神的满足 人需要享乐 也需要劳动 劳动还是享乐 不是对立的 只能选其一 还有 不是说找个公司 找个班上 当社畜 才能叫做劳动 就比如说我做视频 它就是一种劳动 我的成就感来源于 有很多人观看 有很多人和我的观点产生了共鸣 而这份共鸣的意义所在 正来源于有人不认可我 如果所有人都赞同我 那么赞同就没有意义了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 在这种情况下 被人喜欢 这份喜欢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怎么感觉人气好见的啊 今天是巴巴打嘴炮的功夫 把三远期和刘云给干沉默 并却认识盗己都没让机子发表点实际论点 给了个审阅号台词 我当时真的有点崩不入 真要让机子开口 怕是在理论阵地 直接把星期日怼得哑口无言 我阿特单痕机子 但凡有一个能开口雄辩 就能当场把星期日倒心干得稀碎 这块剧情安排的真的有点强行了 就当机子在培养后辈吧 理解成故意让几个小辈自己做选择了 也说得通 如果阿基维利代表了吴明克天然的正确 依子如果直接下场辩论 对后辈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种天然的正确啊 最后流营幡然醒悟 那不就是逃避吗 今天是说逃避不可死 是 逃避确实不可死 逃避本就是生命天性的一部分 但逃避没用啊 现在无休止的逃避里 代价是被无休止的虚无敲打心扉 破三贼意 破心扉难 只要是干过长期逃避现实的人 应该深有体会 在每一个寂静无声的常业 自我与自我周旋 否定肯定在推倒反复 内心真能得平和吗 别人怎样不知 我确实不得安神 偏要跟自己过不去 因果生活 学习修心 所求之物 不过见一个真我 得一个和解 人最难放过的还是自己 一枕黄凉 万事如意 那我究竟为何而存在啊 不知自己为何物 与死何异 美梦里什么都有 唯独没有可能性 不曾经历的现实 你连做梦都缺乏素材 处男做春梦 清完嘴就直接醒了 后面想象不出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如果这个处男 在星期日的太一之梦里 估计会天天寸的天空呐喊 放我出去啊 我还没谈过恋爱 在不久前 猎蛇族找到米莎 帮助米莎找到了他的真我 明白了自己究竟是谁 米莎并非是他自以为的 米哈伊尔的孙子 而是米哈伊尔的梦境本身 米哈伊尔人生的缩影 是米哈伊尔踏上开拓的起点 是诞生于梦境的 类似一语名音的梦中人 米莎的绅士故事 就是钟表将的遗产 米哈伊尔留给星穷列车的梦炮 是属于无名客的宝藏 开拓的意志传承 开拓是以身入局 舍身取义 赴汤火 为众生汤入 所以除了无名客 没有人能看见米莎 米莎所等待的就是星穷列车 再度启程 再度力领皮诺康尼 为迷思的皮诺康尼 开拓通向未来的道路 主角第一次进入梦境 就遇见了米莎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 开拓的罗盘 绝不屈服于不可知 我身有牙 众身无牙 只需要一点点推力 一切不可能之父 皆是尚未到来之时 所谓开拓就是沿着 前人未尽的道路 走出更远的距离 那你说前人哪去了 死了呗 生命并非没有意义 只是意义尚未来到 加利永远在前进 哪怕速度极慢 极缓 弘邪的心神西佩 在这一瞬投来了撇逝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无论是毁灭的纳努克 还是存护的克里珀 一火巡猎的蓝 投下撇逝的瞬间 都是生命极致的存在 绝不屈服命运 向死而生的抗争 命途的道路所求只有一个 我存在 我思考 虚无从未撇逝生命 使生命自己丢了自我 跌入了虚无 阴晴日邀无名客 在喜悦大典 公平公正 一见真张 可见这个角色 对自己的理想 也不是那么坚定 他还在渴求外界的认同 他尚且对自己 为生命降下独裁 存有怀疑 阴晴日始终被困在 必须有意义和本质 无意义的二元困境里 他的内心 依然渴求这一条 更为正确的新的道路 他需要有人来说服他 把他从思想的死胡同里拉出来 刘盈也在此时 理解了剧本里第二次死亡的含义 飞银扑火 向死而生 向死而在 不是萨姆的自我 而是刘盈的自我 以人的身份 面对死亡 破我执 见真我 一切有违法 虚伪狂诈 假注虚余 宽阔凡人 梦醒 是一场死亡 黄泉所能铭记的 也是他谨慎的 先红的记忆 那是他生命的存在 也是出云的存在 最璀璨的一顺 向死而生 开拓道路 出云为何要做到 为了存在 出云失败了 但只要还有后人 沿着他的轨迹 继续前行 便终有一日 能跨越存在的低平线 斩断 逼岸的虚无 那位将自己 发射进虚无 融为自灭者的女孩 便是吴明克 未存在 克下的历史注脚 当仁不让 埋谷在虚无之地的 无数巡海游侠 皆始如此 金雄猎身那便 单横黑天鹅黄泉 波提欧死人 推测出了梦境的真相 与秩序有关 考虑的事态紧急 单横决定使用 结盟预造 召唤仙舟前来助阵 但事实上 此时一切都已经被笼罩在 秩序的太一之梦中 所有人都已 身在梦中而不自知 星期日 顶替资根鸟 离带淘江 代替资根鸟牺牲 登阶秩序 化身令死 梦主将这称之为 妾夺同邪的权柄 看看 无论正派反派 都在见阅神的权能 时刻不忘 世神的主题 星期日 从梦主口中了解到 操纵心和 策坏一切的 真正幕后人 并非梦主 梦主也只是一个 执行代理人 这个信息量就一点大了 真正的幕后人 可能性太多了 可能是同邪的西配 他也想要看一看 开拓和秩序 究竟哪一个 能为皮诺康尼 争出一个更正确的未来 可能是均衡的护 循环往复 付出一个公平 也可能是 作目的爱留 一切从最初 就写在了他的剧本里 也可能是 某个幕后黑手 单纯的在做一场 关于秩序的实验 甚至有可能 与反育有关 皮诺康尼的周围 是有虫群存在的 田尔南当初 离开皮诺康尼 就遭遇了虫群 然后才被巡海游侠搭救 刘梦娇有一位 名叫海德拉的NPC 曾在做梦边境的边界 见到了疑似虫群的梦炮 值得一提的是 虫群的灵魂 具有强烈的置换能力 能够创造出 和品诺康尼 类似的连绝梦境 这可能意味着 虫群一直存在于 品诺康尼 且虫群的力量 和星河的力量 有共性 都指向了虚无的表征 梦 软媒创造繁育令 所使用的材料之一 就是梦炮 繁育命途所代表的东西 还有许多没有展现出来 品诺康尼的故事 远未结束